这个市场跌那么多 迟早要出现反弹 可油价到底何时反弹 那这个反弹的过程平不平顺 那第一个是时间点 第二个是邪律的问题 那所以这个中东的问题 它不仅仅担心是油价 而且它是个长情形的冲突 我要请教万民哥做观察 因为今天早上最新的美衣的 这个有点军事冲突的味道 但双方迅速的克制 所以目前应该可以得到 完美的解决 很怪两个本来该打起来的 可是祈求和平的曙光 那相反对沙特拉伯就很不是滋味 难得找到可以挑拨离间的机会 没有想到还没挑拨 还没离间 美衣迅速和谈 这跟今天欧巴马的国情之文 他特别表达 美国离试验警察越来越远了 可能是日子过得很好 所以从警察这个位置退休 这对全球的一个游戏的 一个规则跟维护者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 就在今天早上 你怎么观察 美国要不要当世界警察 其实不是欧巴马说了算 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 杜鲁门总统上台以后 推动杜鲁门主义 那时候就指出美国要当世界警察 那时候最有名的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 一手规划二战后冷战的国际秩序架构 杜勒斯机场好像是纽约还是黄约的机场名字 对 欧巴马在外交国防上的收缩 其实最近在国内造成很大的冲突 尤其美国的国务院跟国防部 这个两个之间摩擦很大 比如说对于南海的问题 国防部就坚持要派机舰去南海巡航 那同样的在波斯湾的问题上 欧巴马是希望跟伊朗和解 控诉手来重返亚太 但是显然美国国防部 美国的军方 不管是空军 陆军 海军 那不是这样的想法 那他们可能涉及到预算的压力 还有争取 他在很多地方上都维持这个强势 我跟大家看一下事情 今天发生这个地方 这个在波斯湾里面叫法斯岛 那出事的问题是 美国陆战队的CB90号的 这个叫做内核巡防艇 对 很小的船 快艇 对 这个五人坐的 但是他是有武装的 他跑去干嘛 他到那边 这样子 你知道巴林是美国 这个第五舰队的所在地 它虽然现在这个 美国已经从伊拉克撤军 但是还有一万多名部队 在伊拉克 那相对来讲 这个巴林的这个第五舰队的任务的重要性负担 其实比伊拉克撤军之前 更重 其实更重 对 我稍微看了一下资料 他大概有分六个部门 有战斗部门 有兵战部门 有这个水陆两栖的这个装备部门 对 有这个后勤资源的部门 还有侦察监听的部门 还有海上巡逻检查的部门 你看看美国海军陆战队 或者说美国的兵力 有一艘船在法斯港附近抛锚的话 它其实打个电话 对不对 直升机 就去了 巡逻艇 而且它是两艘巡逻艇一起在巡逻 另外一艘可以把它拉回来 是 那为什么会自然让它飘过去 对 那这个东西其实有很多试探的意味 对 你看去年这个2015年7月 这个伊朗核协议达成以后 是 十月份 这依然就四射导弹 对 比如说美国就在抗议 你这个违反这个六方的 这个伊朗核协议 那伊朗说我们有违反 那这个十一月份的时候 美国就派了一个杜鲁门航空母舰 对 到这个波斯湾阿拉伯海附近去巡航 是 名义上说是要这个打击IS 那事实上也有很大的一部分 就是 要平衡 要可能要跟伊朗 展现出他一下的这个实力 观众要注意到 我跟外面讲的故事 台湾的军事监狱在哪边 在新店 军事监狱在哪边 不是绿岛 那为什么不设台东 为什么把台湾的主要军事监狱 设在这个新店 像当年台湾的政治犯 美丽岛事件 他不是送绿岛 是送新店 送绿岛不就好了吗 管迅去 可是事实上主要政治犯 都关新店 原因就是因为 美军 其实早在三十年前 常常会有快艇 跑进淡水河来做 接人跟送人的动作 所以我们的老蒋很害怕 把美丽岛的花妈给接走 所以就把军事监狱设在新店 因为新店 美国快艇最多到中正桥 就要搁浅 所以设在新店 基本上美国人接不走 那花妈就留在台湾 没被接走 后来就变成今天的政治明星 所以事实上 美国这小艇 有时候不是侦查任务 常常是接人跟送人的任务 接了什么人 送了什么人 没人知道 但去这个法西岛 是蛮特别的 所以现在大家都习一世离人 因为不知道送了什么 可能送了一只米老鼠 接一只糖老鸭也不一定 所以现在这个到底 罗生门 是大家都想习一世离人 从这个军事行动的 这个安排来看的话 除了美国以外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 像1979年中美断交 就是台湾跟美国断交之前 那台湾中华民国 不是经常有这个成功队 有海军陆战队的挖人 就到大陆去摸哨 去收集情报 那同样的 大陆也有派水鬼 到这个金门 到马祖来这边摸哨 割鼻子 对 那同样的 以现在美国海军 或者是美国的军方 在这个波斯湾所扮演的角色 虽然没有打这个 公开的这个战争 但是暗战很多 很多对 暗战很多 当然也包括派这个特种部队 或者说是 做一些特种任务 做一些特种任务 那当然像这些 像CB90这种 这个内核巡逻艇 在这个特种任务上 其实就很管用了 所以那到底之间 这个美国有没有经常派人 到伊朗那边 去了解当地的这个水文 这个海岸的这个情况 病例的务署 或者说 从那边把政治换接出来 或者送什么特工人员进去 对不对 那谁知道呢 但是按常理来推断的话 这个我相信 应该有这种动作存在 是不为过的 同样的 你也不能保证说 伊朗没有派这个 十业派的共和 这个 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 派特种部队 到这个巴林 到沙尔地阿拉伯 然后去进行渗透 是 所以长期以来 第五舰队 包括他配属的海军陆战 经常在波斯湾海域上 去做巡逻 但是我这个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基本上 我们昨天延续昨天的节目 就是说波斯湾这个位置 是很重要的 我跟大家看一个 这个是14世纪 这个正和下西洋的航海图 对 这个地方是南京 泉州 这个地方呢 是霍姆斯海峡 当时这个地方呢 叫做呼噜莫斯 那个时候波斯 这个还没有复国 有个小国家叫呼噜莫斯 呼噜莫斯现在 就是现在伊朗的阿巴斯港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地方 它有一定的重要性 那边有个特产 不是石油多 鲨鱼多 因为正和不喜欢吃鱼翅 不然他小时候去一次 他可能八度九度 都会去那边 抓几个鲨鱼来做汤 就是因为他不喜欢吃鱼翅 所以那边的鲨鱼 就活到现在 很难讲 郑柯曾经到东非 东非也产疑似 也许他觉得东非疑似 比较好吃 但是你大概可以感觉出来 在古代 这个人类文明最重要的 海上航行之路 对 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海上丝路 或者说是 这个阿拉伯人讲的 这个鲁乡之路 鲁乡之路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是输出丝跟瓷器 到这个西方去 那这个阿拉伯人呢 或者说是波斯人呢 对不对 是把这个当地的鲁乡 香料 墨药 这种香料的东西 透过这个航海的路线 送到中国 所以他们叫做鲁乡之路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 像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自乡 台湾人喜欢拜拜 对 这个其实就是受 波斯文化的影响 你们会觉得有这种事情吗 对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这个泉州地区 是中国华南地区 这个自乡业的这个重心 是 早期在汉朝时候 你去看史书里面 大概就有西域 流过来的这种香料 对 但是从海 从路上用骆驼运 其实量很小 是 所以在这个宋朝 这个南宋之前 对不对 这个用香料 是皇室或者说贵族 才能用的 一直到这个南宋 元朝 到明朝 对不对 海上的这个贸易发达以后 是 这个所谓用这个香料 因为大量的这个 中东的这个香料 比如乳香 墨药 这些东西 随着这个海路 运过来以后 才能大量的普及到民间 是 当时这个泉州 他们叫做 就是比如说 在路上过来的叫做西乡 海上过来 海上过来叫南乡 或者广乡 广乡 广乡因为当时广州是贸易大港 对 那个南方过来的香 就叫做南乡或者广乡 那泉州啊 就是现在我们所用的 拜拜的这些香 对 就是当时这个波斯人 因为那个时候波斯 是被阿拉伯人所统治的 对 但是主要是波斯人 对不对 把他带过来 然后把这个技术 传到这个中国来 所以这个对 所以这个 这个你就可以想象到 我们还是延续昨天讲的 对 波斯它是基本上是一个 有文化的地方 为什么现在对不对 美国在 对美国人那么在乎 跟伊朗的关系 阿拉伯或者中东 这个地区 在美国人观念中 是很落后的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这件事情 伊朗是中东跟西亚 最大的工业国 是 它比土耳其还强 没错 它的经济实力 排名全世界21 多有其他还是排名24 我常听到 余老师在节目下 聊这个伊朗的科学家的 对 这个实力 不管是数学物理 其实非常非常强 有代表现 伊朗自己说 它的导弹技术 排名全世界第四 对 指出给美国 俄罗斯跟中国 是 那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 不知道 但是它有一定的这个 这个影响力 跟基础 对 那中东西亚地区 哪有什么汽车工业 对 伊朗有自己的汽车工业 而且它还是全世界 第十二大的汽车工业生产国 对 年一年生产 大概130万辆汽车 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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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这个国家 对美国来讲 不是像它过去 那么容易去控制的 沙尔地阿拉伯 是 所以美国现在基于 战略的移转 对不对 放松 对这个伊朗的这种 自前置 对 但是呢 它也对它 放不下这个心 对 所以为什么 巴黎的第五舰队 对美国来讲 还是很重要 是 不然有一天 伊朗的势力 一下覆盖整个中东地区 对 整个世界能源的核心 被伊朗啊 或者被俄罗斯啊 这样子搞下来的话 那美国就没细唱了 是 所以美国要在中东地区啊 或者说在波斯湾地区 维持四度的紧张 它才有那个借口啊 存在那个地方 对 所以今天欧巴马说 他不要当世界警察 是 这个话我还是强调 不是他讲的算 对 是美国背后 庞大的资本主义体系 他的军工集团 对不对 云不允许 对不对 美国从此不当 这个世界警察 我认为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好 我们要观察到 这个中东的局势 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因为第一个 它的这个原油价格 会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流量 这个流量 包括量跟流速 那另外是 这个过去这十几年来 高原市的阿拉伯国家 有非常多的存量 所以油价大跌 它第一个会使全球金融通缩 这是一个流量的概念 可另外一个 长期的流速低迷 这个存量就开始变成地动三摇 所以我们持续观察 所以大概我们看 今天亚洲市场的下午盘 忽然出现一个猪羊变色 就是陆股 大陆股实在今天忽然破底 上阵指数在早盘还好好的 这是平盘线 早上还在反弹 跟随国际股反弹 下午盘一开完盘之后 先杀一波 随后就出现了急杀 使得整个陆股 今天上阵指数 是跌破了3000点 这个整数的先领关卡 好 另外我们看到 这个互不单行 另外是深圳成本成交指数 随着上阵的大跌 也在下午盘出现了一个重挫 中场是万点失守 收在9978点 也把万点跌破 所以我们看今天 露股不得了了 同时上阵破3000整数关卡 而深圳破万点整数关卡 这给投资人心的压力 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怎么观察 好多 大陆股市 今天只演了上半场的好戏 当然今天最大的利多 来自于上海的迪士尼 已经正式公布 在6月16号要开幕 对 所以今天上半场 迪士尼的相关概念股 是涨蛮多的 甚至有拉到涨停盘 但是随着这个 利多出境 对 利多出境 尾盘开始往下杀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特别就是 那你意思就是 今天大陆股市是属灾就对了 因为你老鼠要来的 所以属疫 对 属灾 对 那今天最特别 就是你刚刚讲到 这个沙尾盘的部分 对 其实我刚刚统计一下 今年的开春以来的 八个交易日到今天为止 八天有五天都是沙尾盘 路股都沙尾盘 对 都沙尾盘 对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线型的部分好了 这个呢 今天已经跌破3000点之后 其实大陆股市就像 借用一下蔡森老师之前讲的 真是技术分析的天堂 是 这边看起来就是一个头部 对 对吧 这个仅限一跌破 这边大概3600点 仅限大概是3300点 对 相减之下呢 赶快就跌到3000点 对 毫不犹豫就直接跌到3000点以下 然后呢 前提是2850 是岌岌可危 但是呢 这边的底部大概只有一个月 这边头部是两个月 我觉得可能上档 上面的压力稍微比较大一点 对 我们来看一下 我刚刚说八个交易日 有五个交易日都是杀尾盘 从1月4号这个第一个交易日就熔断 杀尾盘 对 熔断杀尾盘 就直接断掉 对 然后1月7号呢 也一样发生熔断 也是算是杀尾盘 对 然后呢 1月8号 杀尾盘 然后1月11号 这个礼拜一跟今天来讲 也都是杀尾盘 对 而且杀尾盘之后呢 隔天都有一个低点 大家可以发现 还会再创新 杀尾盘就还有低点 那你想想看 为什么我在股票市场收盘之前 股票赶快把它卖掉 对 因为我对明天没有信心嘛 对 所以呢就变成 我对明天没信心 所以我赶快杀尾盘 所以变成这八个交易日 就有出现所谓的恶性循环 是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现在这个大陆股市呢 我们之前有提到一个 很重要的这个规定 对 证监会的这个 今年的第一号公文 特别强调说 大股东卖股的部分呢 是这个力道要减缓 就是说三个月之内 只能卖1% 是 对 而且要前15天之内要公布 对 原本想说我这样子做呢 对现货市场影响 这个卖压影响应该不 比较小一点 对 还包括熔断机制也暂时停止了 对 所以应该卖压都会停止 结果我觉得摆命一输哦 哪一输呢 这个是沪生300指数的这个 期货的部分 对 我们看一下哦 株状体往下代表是净空单 你知道净空单最多是什么时候吗 就是在12月30号跟12月31号 对 新春开放盘之前呢 沪生300指数的净空单 暴增 暴增 暴增之后呢 才让 我们看一下哦 暴增的时候在这个地方 对 这根黑K放就是新春开放盘 1月4号的时候 对 直接熔断 空单暴增之后呢 才开始往下杀 是 这8个交易日啊 从3500点之上 跌到3000点之下呢 已经跌了14% 对 所以我觉得大陆的这个相关 这个有关单位 可能没有注意到 期货的这个禁止放空这一部分 所以让这一次的路股下杀特别快 好 我们看到 路股今天跌破了3000点上阵指数 而新春指数跌破1万点 这对于这个金融市场这一波的反弹 大概全球市场出现两天的反弹契机 会不会有一些干扰 我们今天往回来观察 就是高盛推出一个亚洲版的 2016年大报告 对于2016年 特别是亚洲的货币 可能出现的竞扁潮 采取一个非常悲观的态度 所以高盛讲了什么 我们今天往回来做 今天的节目